二哥 呸 富贵哥 开门哪 哥 赶紧开门啊 好丧啊 大晚上的让不让人睡觉了 啥事啊 要是没啥要紧事 仔细你们的皮 富贵哥 老原家张洛正给你使坏呢 你们他娘的半夜不去睡觉 摸老原家去干啥呀 他们能使啥坏呀 老子还怕他们不成 富贵哥 那啥 我们就是去老原家打算偷两只鸡 小姐您 可巧就听到那一家人算你 大鸭呢 毒丫头出主意 让您爹明儿去张园外家 当着张园外的面找你去 给你认错 求你原谅他 跟他回家 若是您愿意 就让您把月钱交出来 还有袁老三 跟袁老四弄张家当管事去 若是您不愿意 他们就去县衙告您不孝 让您挨板子下眉窑 富贵哥 他是你亲爹 若他真去告你 便是你有断亲文书也是不成的 况且在告你之前 他也当众求过你了 我听说当爹的把儿子给宰了都不会被抓的 娘欺皮的 老宅那帮臭充真是 你们听我说啊 一会儿到回老原家去 多猫一会儿 别被人给抓住了 把他身上的被子给扯下来 都小心着点啊 别被他抓住了 三个人叠声印象 第二天 袁老头两口子都发烧了 老头病了 自然就不能去邻村闹腾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 袁富贵暗粗粗地办成了一件大事情 你们不知道啊 我们家老二以前 那就是个昏不吝哪 在村里偷鸡摸狗 啥事不干哪 我们一家子 那都是正正经经的人 一个两个 那都是老老实实在地里刨绳的人哪 就除了他这么一个浑人 那天他更是将家里养了一年的猪给宰了 我一气之下就将他逐出了家门 大家伙儿想想 一头大肥猪啊 那得卖多少钱呢 他想吃肉就给宰了 族长也觉得他太过魂不吝了 铁了心要给他一个教训 于是便将他逐出了家族 我当时也不忍心哪 可大伙儿都劝我说 管子如沙子 劝我下狠心肠给他一个教训 如今看来呀 果然要狠心才行 我们家老二果然知道上进了 哎呀 我也是狠心慰呀 便是被他误会 我也不后悔 只要能换得他浪子回头 他便是恨死我 我也毫无怨言呢 爹 您别苦了 您的一片苦心 二哥早晚会明白的 是啊 爹 圆管是如今浪子回头 一定能体谅您的一片苦心哪 真没想到圆管是以前 竟然是那样的人 竟然还干过偷鸡摸狗的勾搭 也不知他是真敢还是假敢 张圆外也敢用呢 真真是不知道说啥 狗改不了吃屎 张圆外以后会后悔的 他偷鸡摸狗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如今他不是这样的人了 还望各位别用老眼光看他 平日里多多帮衬帮衬我这二弟 哎呦 也是你们家人也 都要换成我家 这样的儿子 早就打断腿撵出去了 我要留着干啥 可不打电 哎你们也别这么说 我就愁着人家圆管是 平日里人挺好的 也不只手画脚 还愿意夏天帮把手 傻脚知人知面 不知心晓得不 这时门开了 众人一下子就不惊声了 我刚才在门后边 听见有人说我偷鸡摸狗 元老头流着泪 上前想抓元老二的手 却被元老二给躲开 老伯啊 有话好好说 可别动手动脚啊 老二啊 我是你亲爹